HELLO 大家好,我是春奴, 關心颱風消息, 澳門3號風球現證生效, 氣象局預料3號風球將會在今天晚間持續為止, 在今天下午5時, 強颱風小犬集結在本澳東南約210公里, 明天下午到晚間, 氣象局說改發8號風球機會較低至重達, 世事無絕對,我們繼續觀察, 不過今天下午大家看到, 在岸邊風力明顯大了很多發發聲, 不過仍然無阻市民出來散步、放狗和做運動, 由於跨海大橋上的風力間中達到強風程度和有震風, 警方呼籲駕駛人士注意行車安全, 電單車駕駛者請使用西環大橋電單車專度往返, 淡仔和澳門, 氣象局說, 小犬的環流細小, 強度變化和路徑, 仍存在不確定性, 不知道小犬會否變成惡犬, 明天有機會以颱風級別進入澳門150公里範圍內, 和它相關的八級風圈有機會略過澳門, 因此不排除改發更高風球的可能性, 而小犬雙龜民與大政影響珠江口, 預料澳門今天稍後遭雨會增多, 明天和後日兩天, 趙雨較為頻密, 雨勢有時頗大, 當局說會適時評估後日, 即9日凌晨至早, 低蛙地區出現風暴潮水浸的機會, 不過澳門的商戶很聰明, 內港和稻船雞一帶, 不少商戶都提早安裝防水閘, 而警察總局呼籲居民與商戶應該盡早做好防風防水浸措施, 將車輛移來低蛙區域, 旅客調整戶外行程, 盡量留在室內安全的地方站備, 而勝處通渠佬出動, 已加派人員檢查渠網及泵房, 先後疏通清理多處低蛙區域的下水道與水井, 希望保障公共渠網的排行能力, 就不要搞到水浸了, 照計這個風小犬比較弱雞一點, 雖然這麼近, 風仍然不大和沒什麼魚, 應該都問題不大, 總之大家要注意, 好,這集先看到, 有最新消息再更新大家, 記得訂閱Online, 和分享出去我們的頻道,